不倒瘟 嗨,小朋友,猜猜看 什么玩具是,身体轻,劲不小,左推右推,推不倒 小朋友,你猜到了吗? 对,你真棒 答案是,不倒瘟 不倒瘟和玩具们,就住在男主人的,卧房里 今天,不倒瘟,闷闷不乐,叹气说 希望能像小飞机一样,自由自在空中飞翔 可以看到很远,又能陪伴主人去草场玩 机器人安慰不倒瘟说 我们,也羡慕你 不管谁推倒你 你永远像战士一样,永不怕推倒 而完好的站立起来 他听后,非常开心 一天,小主人,又收到新的玩具 玩具们,也期待新的朋友到来 太空人 太空人,每一天,都有许多机会,陪伴小主人身边,一起玩耍,做功课,吃饭 渐渐的,小主人,也忽略了别的玩具 玩具们,心情非常失落 当小主人,睡熟的时候,不倒瘟开始和玩具们,一起讨论如何让小主人再次想起它们 不倒瘟,建议玩具们,一起离开主人家,好让主人,慢慢厌倦太空人 太空人听到后,主动说 主人都很爱惜你们的,你们都是很棒的玩具 不倒瘟不耐烦地说 别听他说的 玩具们,不但不认同他的建议 而且劝他,冷静下来 不倒瘟,感到很生气 叫小丑先生,帮他一把 好让他能从柜子,飞出窗口外 永远离开主人的家 不倒瘟,终于看到窗口外的世界 成功远离主人的家 他,露出了笑容 最终,不倒瘟掉落在马路旁的草丛里 可怜的他 被树枝压着,不能原地站好 他非常后悔 想念着小主人和玩具们曾经度过快乐的时光 那一夜 下了一场好雨 不倒瘟也全身湿透了 第二天早上 当不倒瘟期待着想回到小主人的身边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可怜的他 被一只小狗啃着,也不知道往那一个方向去了 最后 不倒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了 不倒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了 不倒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 可怜的太阳 终于有了新的主人 已被他带过后 这些都被吓死了 不倒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 不倒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 不倒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